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7點25分 我剛停好車 我們今天晚上吃蝦中仙 然後最近稍微忙碌一點啦 然後就跟大家簡單聊天一下 因為最近要在忙中秋的事情 今天時間是8月25 我的日常頻道 生活日常頻道會更新的 越來越即時 因為之前去金門玩的影片 還有一些旅遊的影片都發的差不多的 所以最近比較忙 比較不會東跑西跑 所以我就會比較採用日更 欸剩5秒趕快跑 剩3秒趕快跑 過了過了 好然後我們今天就 今天早上就開始進工廠 好跟去年一樣啦 其實我每年中秋節 都是會幫忙生產 啊其實這段時間 說其實 在工廠的部分 其實我是覺得已經不會覺得累 以前會覺得比較累 以前的工廠真的累 齁 因為其實現在都覺得 耗腦筋其實比耗身體 齁其實累齁 啊因為工廠做的事情 其實 基本上就是維持差不多的 的模式齁 齁 然後所以對我來講 不是說特別的老累齁 齁也還好 啊因為現在 以前齁 麥月餅 以前做糕餅 你也是不可能 有了老幾百 一千齁 十幾二十年前 那時候 我還記得小時候家裡 中秋節的時候 晚上師傅還會睡在我們家 齁 就是大家都是 沒日沒夜都在做 那現在整個制度 其實慢慢已經 越來越健全了啦 所以 整個工廠 你都 一定要合出老幾百 所以 變成說其實工作時間 都變得很 很固定 齁 這樣有這樣的好處 啊因為我 主要是去幫忙 不是說真的 所以 比較花腦筋的是 我哥跟我爸 我還好 我就真的是 把現場 的事情 做好就好 然後 剛才 我五點多 就去 我自己的公司 然後忙了一下子 現在 我們全家一起吃飯 吃夏中仙 我們愛吃夏中仙的 吃夏子 就覺得 很幸福 今天不能喝酒 今天我開車 到了 到了 我們今天坐外面 你把車停回家嗎 沒有耶 停在那邊耶 我班長說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喝了耶 喔 我們 我們菜前輸的喝 輸的 我都可以啊 也還好啦 其實我不喝沒關係啦 我都可以啊 真的 那你們下次想吃那個嗎 你喝嗎 我沒有開車啦 那你們下次想吃 你在哪裡 我其實停在那裡 跟停回家也差不了多遠 你為什麼不停回家 我們這兩個就可以一起喝 然後 你這樣 金錢節 對齁 我們應該要一起喝 對啊 怎麼辦 今天請人節 而且他們兩個吃 那你停回去啊 你再走過來就好了 忽然忽然不停 那你就可以 我們兩個就當作金錢節大餐啊 好吧 那我有帶錢嗎 我有帶錢啊 你的包包放在車上 就是擺明的 我剛剛想到我們 我剛剛什麼都沒帶 媽咪媽咪 媽咪 等一下有位子再移到裡面吧 一定有位子 有位子再移到裡面 對啊 有位子再移到裡面 好啦 那我 那這歌好痛喔 你的這歌很痛 為什麼 有位子在移到裡面 那這歌好痛喔 好啦,那我去開車回去 然後再走過來 好好好,我們慶祝情人節啦 好不好 好,我去開車 我去開車 那現在我要去開車 我們其實就住在新店 就在這附近 來這邊其實走路就會到了 那只是說 我剛才就在前面 就往前開就找到那個位置 就覺得順便停那個位置 其實是可以的 那不會心靈菜牛獎 今天難得情人節我們兩個 稍微喝個兩杯 今年中秋 是很特別的一年 這我在我的很多 的社群有發表過 就是我一直覺得中秋節 我們不用賣太多的品種 這幾年啦,這三年拍影片 因為其實生產,我們主力是 蛋黃酥嘛,蛋黃酥是一件 很麻煩的事情 它是手工的 而且裡面有一顆蛋黃 蛋黃是最討厭的 就是 它是農產品 什麼是農產品呢 就是 你很難 因為 天氣啊 或是什麼 有的沒有的 去控制好這個東西 真的很難 非常難 好 現在旁邊沒有人 不好意思 這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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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覺得說 蛋黃酥的穩定度 一定會因為 很多的原因啊 這我在去年的生活頻道 就講過很多 就是 每年到了中秋尾巴 大家都在追加蛋黃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個很面 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 這批蛋黃你要不要用 啊 這個蛋黃到底夠不夠好 其實 這都 這都有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 我這三年 反而就是 對於賣筆 的這一塊是比較 比較 隨性的 剩32秒 要快一點 不然 就跟剛才一樣 可以可以來一起 20秒 不曉得 Osmall Pocket的 這個 穩定度 感覺如何 應該還不錯 然後 所以我就 今年比較特別的是說 我原本也是想說 跟去年一樣 就是賣個 就是 不要 不要說 金到很大量 因為我現在的員工也很少 不會像以前 得失心那麼重 因為 現在真的平常大部分時間 都在拍影片 但是 真的 就是因為商城 賣了太大的量 就是 上個禮拜 把我們原本要預估給網購的量 全部都賣完了 然後我就 後來 這個禮拜跟我爸 跟我媽吃飯的時候 還有我哥在吃飯 就跟他們講 也因為今年疫情 其實 很多事情都不好做 我爸的產線 是還不錯 可是就是 一定就是有多餘的產線 然後 比較不同的是 如果我在中秋節前一個禮拜 還講說 啊不夠了 那時候真的就是很麻煩 不可能有這麼多能力 好 開車 我車到了 開車開車開車 就是如果是在中秋之前 前 一下下 是不可能有這麼多 能力 這麼黑 沒辦法 跟著目標 這樣才有辦法 那 可是 就是 因為 我知道我們擋住麥克風 不曉 我之後可能會在這邊弄一個架子 比較方便錄影 可是 也因為 就是因為 我提早講 現在距離中秋節 大家一定對中秋節很沒有感覺 可是其實對高品硯來講 是超級有感覺的 就是 一個月前 是非常有感覺 那 也因為我很早就已經跟他們講 喔 量可能不夠 可是我也是跟我爸跟我哥哥講說 做出來就做 啊做不出來沒關係 其實 我們就跟以往一樣 啊 我也不用再 調派新的能力進去 然後之後 我爸就說 沒關係 今年的產能 還有辦法生產 所以我們就追加了 很大一批量 就是 反正就是 也不能說很大啦 如果你以月餅的量來講 他都不大 可是以大黃酥來講 他的生產是 很麻煩的 生產一 月餅生產十顆 大概大黃酥生產一顆啦 因為月餅 廣式月餅是 機械生產的 所以他的速度真的快非常的多 好 那所以他 我們就 後來工廠那一端 就答應再代工給我 再幫我生產 所以我禮拜一一早 我就趕快去 跟盒子廠商聯絡 因為這些東西都 雖然大家可能看 我們平常都在吃喝玩樂 就是拍影片的部分 可是 因為高品真的是 我的本業 其實他的 從頭到尾 宅配什麼的 就連星天蔡林也一樣 星天蔡林 從今天也開始 進公司 可是我們原本 就有 團一些影片的 我們一直有習慣 因為我們一直把它當成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 在拍影片部分 所以我們囤了蠻多的影片 大概十來部 可是我們這幾天還是會 會利用晚上的時候拍 其實就跟去年中秋一樣 可是最大不同就是 去年中秋我可能 不會賣這麼多餅 那今年可能我們就 會努力去試試看 因為畢竟啦 因為 就好像我們為什麼做商城 就是其實我們很清楚 什麼是我們的本業 自媒體到底可以做多久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不是只有我 所以 如果能夠在本業的部分 也不是說 是奇怪的行業 我今天也不是賣一些 我不熟悉的產品 是我非常熟悉 我從小吃到大的產品 也是家人生產給我的 我就覺得自己心裡是很放心的啦 所以 今年中秋會非常的忙 好啦 講到這邊 如果你還沒預購 我們家大王說 我不曉得這支影片發的時候 應該還在預購啦 不曉得賣完沒 記得去預購 連結在底下 掰